我清晨起来啊起床撸几把乱露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 惊讶的发现就是这个熊猫直播他还有组织在播是吧 熊猫直播就已经倒闭二十多天了是吗 倒闭二就是应该算是倒闭是吧倒闭二十多天 现在好像永远有主播在直播 然后我看刚刚我看了就有一些就是几千人气的主播还在门 刚点新是联盟专区最高人气一千九百零三 这个主播等级八十七算高吧 因为我平时我不玩这个熊猫斗鱼啊 我玩的是虎牙直播 就主播等级的话虎牙直播的话好像四十二级就是点风了吧 然后这个斗鱼好像斗鱼前两天不是PDD复播吗 斗鱼前两天PDD复播打破斗鱼主播等级记录啊 那个大司马大司马好像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上的满级一百级 然后的话PDD只花了一个小时 首播一个小时就直接上了那个直接上了那个一百级斗鱼满级 然后的话就是直播热度高达五亿啊 他那个是直播热度啊 斗鱼的直播热度不是直播人气 但人气和热度也差不多吧 斗鱼的可能更夸张一些 毕竟他的热度不是人气 然后像虎牙熊猫之类的就是显示人气啊 人气当然也不是真实人数 只是人气是一种大概的主播人气 小孩也没有成功 大哥现在多难吃 什么东西啊 我操这不是主播在播是吗 等一下我这个阴神联盟的话 我都没有管他 然后我这头再看一下别的 这些是主播吧 是真人主播吧 哇第一个给我整的贼尴尬 第一个好像现在看回放是吗 但我这样冒昧的翻开别人直播间 好像也会特别好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就是 虎牙恶鱼鱼鱼 这个还是个虎牙的主播是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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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图片还是什么呀 应该不是图片吧 应该是就把客户端挂在那里 啊 这样挂在这 这个是在线接单 是吧 在线接单的一个东西 毕竟现在就是 神猫倒闭了嘛 肯定也没有超过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肯定有几个是真人主播吧 我操 我刚刚在网上看见的新闻就是 游戏里很少看弹幕 不是录像 这个是个真人 但不看弹幕 反正大概就是那样嘛 就有一些主播可能就是娱乐呀 因为如果你专心干主播的话 是不可能在一个倒闭的直播平台 继续直播了嘛 我们就看一些新秀 话说我音乐联盟 那么我就这样挂机真的好吗 我走两波就行了 没事 我失了会儿 一会儿后期不发育的话 很简单 直接补到六级 补到六级 基本上就是一二一个 这什么鬼 我掉线了吗 怎么感觉我刷牙声音有点变了 对吗 哎呀 这是我网卡 不是网卡吧 这单机 单机主机缺 这个热门电子经济 这个是播回放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主机缺游戏 主机缺游戏 主机缺游戏 广告漫画 然后这个呢 千万别协载熊猫 学好姐姐 看这我这还能请人家吃点啥呢 没啥可请的呀 但我感觉就这样我公开翻别人直播间好像又不太好好了 反正就是大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现在熊猫直播虽然倒闭了 但还是有小部分主播 就还在上面直播的 有小部分主播还在上面直播 然后可能会挂一些生意啊什么的 就比如说 英雄联盟带打呀 就带打上分那种 可能挂那种生意吧 这个捕鱼大人怎么会挂 反正这些东西也不用管了 反正就是熊猫直播虽然倒闭了 但还是有一些主播还在播的 大部分是回放 还不是大部分是回放 然后和那种就是回放 回放加那种叫什么呀 回放加那种官方账号 大部分就是这样 年纪最高的话 也挺高的 不行那就这样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就打露啊露了 别一会队友就骂我了